如果要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工作效率最高,那中国人取得成绩有莫共度,外国人都惊叹中国的高效率。 中国人在短时间内创造的工程项目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超越中国的效率。 中国新一代高铁复兴号上线,400公里的时速震惊国内外。 中国高铁作为一张名片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 外国网友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的效率,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向中国有如此高的速度。 如果你到非洲这片大陆上看看,你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干活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耕种上,非洲人随便扔下几颗种子,就是由其发展,地上能长出什么,他们也就收获什么。 另外,非洲人的做事效率更让人急死,看着他们干活,你恨不得自己做,因为他们太能磨蹭,一天也干不了什么活。 非洲人干活不求快,他们是能慢就慢,干多少算多少,十个非洲人都顶不了一个中国人。 不过能做多少事就领多少工资,非洲人一天的工资约二十元。